一名男客人情緒失控 粉雜店內的商品 還用言語開店員身材的玩笑 下去警方付寶道場不斷的勸阻 男子的父親事後向店員道歉 達成了和解 不過呢 整起衝突事件 把目擊民眾都給嚇壞了 一對父子來到櫃台前結帳 卻和店員爆發激烈口角 兒子一度要衝進櫃台內 不斷朝店員匕首畫腳 大聲嘶吼 他太笨了啦 他不懂法的 高台車 你跟肥仔 你這樣子不行啊 你 白髮蒼蒼的父親急忙在一旁勸說 但兒子卻失去理智 出手把櫃台上的商品 全部掃到地面上 好住 我報名了 你不要走 七號凌晨在大理區 這件連鎖超商 發生這起消費糾紛 年輕男子不僅行為失控 還拿店員身材開玩笑 言語也極度不禮貌 民眾也好 會對店員也好 會讓人家產生恐懼的一個行為 影響到別人 覺得很不明白 要克制吧 男子離譜行為 嚇壞其他客人 轄區警方互報趕到 立即勸阻雙方冷靜點 警方通知已久協助家屬 強制送醫 事後超商以和湖南家人達成和解 年輕客人情緒不穩 在家人陪同下送醫 年脈父親事後 頻頻向店員道歉 雙方也達成和解 讓整件糾紛平安落幕 所謂沒有撥及一旁客人 衍生其他事端 介紹紅建民 台中報導 嗨呦